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ifasan.com 上一条影片, 这条影片是下集 上集是说到瑞士Wise DSP502 的功能 当中有一部分是涉及Room EQ 或者是房间处理 有关这部分是比较复杂 Campoon 亦详细地在我的试音室做了一次测试 以及再做修整 我觉得那部分对房间处理很有兴趣的朋友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将那部分尽量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其实也比较长, 有十几分钟 但我觉得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就算你不买Wise 也好 也是一个很好的认识 这条影片是主力高呼Room Acoustic Room EQ 这一部分 当然也会谈谈如何用Wise App 来控制 可以调整修整一下房间 很棒的, 我们立即去片 现在这枝麦是香港公司出的 叫Mini DSP 香港公司 是香港公司, 它的公司是在香港的 但它当然是全球会买的 这枝麦的价钱很便宜 一千元也不用就有这枝麦 这枝麦已经是有一个 PRE-AMP 和AD 插入电脑 方便来说, 这枝麦是无敌的 软件方面, 每买一枝麦会有一个 serial number 你去到厂方的serial number 它会有一个 caliberation chart 可以登录, 特别给你这枝麦的serial number 今天用的软件 你刚才说的Fuxmash 这个软件是Mac版本 但如果你用那个叫REQ Visit的软件 就完全免费 Testone是一个sweptone 就是由最低的frequency 开始掃到最高 它掃多长呢 其实你可以设定的 很多时间你听到别人 一秒钟 有些是几秒钟长一点 长一点和短一点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当你长一点的时间 它能够pick up的资料 因为来电就会多了 那你的background noise的影响 就会少很多了 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 就是三秒钟 我通常做完第一次之后 我都会立即做多一次 做了两次之后 你就可以把两个 拍在一起看一下 看它之间有没有很大差别 然后因为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喇叭 同一个setting 如果它很大差别 或者有差别的话 似乎这两个sample pick up得不准 pick up不准 你就可以 例如我当我现在这个 pick up不准 那你就可以再 再尝试再做多一个 因为其实Room EQ 很多人都误解一件事 就是我要一条直线 其实你不是要一条直线 为什么是这样呢 首先人耳不是那条横线 所以横线不特别有意义 第二件事 其实因应你从喇叭 坐的距离 而那条线会有斜度 平时你工作我工作 在屏幕旁边有个喇叭 如果我工作的位置 和喇叭大约 大概半米 然后放一支咪 那条线 那条横线 是会横一点的 但如果我坐在一个大的房间 我离开的喇叭的距离是 四米五米 大房 那条线的高音会开始正常滚降 是正常的 如果那个房子 我看到一间房子 坐离开的喇叭 可能是五米 但是它是一条横线 很不妥当 代表它那个高音会多了很多 因为你看到你这两个 图表是完全一样的 那通常我这样计算了 在左边喇叭 我就会给它一个标准 叫做Left Law 原始测量的这个点 在这个房间的表现是如何 就是所有的反射性 那挺好的 就是这样已经知道 原始图表已经看到挺好的 然后我就立即可以做第二个 就是 播右边喇叭 就是现在是 我都很接近的 那这个呢 这个是右边 那我就可以叫它做 右边的Raw 让我看到了所有频率 就是现在所有频率 其实没有东西低于负 这个叫负30 但是顶部 我就可以上高一点 我叫这个就叫做 我现在这个叫做30db window 就是由0 去到负10 去到负20 去到负30 我正在看的只是负30的window 因为很多发烧有看这些图的时间 就是首先会只是觉得 想不想要一条平线 平就好了 不平就不好了 那就看很多 看100就好了 所以我经常都做一个 example 就是好啊 我现在将这里变成了 好像你刚才说 负100 那条线就直到不得了了 这个很开心 这个很开心 就是说我的房子不需要什么都很好 所以变成了 你看一下你想有多欺骗自己 或者真的想了解自己的房间 变成了我用负30 负30 这个位置已经可以负5 然后这里可以 其实正常 你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很好 因为我首先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我们通常的所有正常的房间 我们都用40db的window 因为幅度很大 幅度很大 因为最高的地方不过就看到 最低的地方就看到 所以我通常用40db的window 如果你30db的window都可以负5 即是代表了那条线的幅度 没有在超越了这30db 但是就会看得清楚一点 所以今次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幅度 就可以用这个图表 好 今天就逐个看了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 想要的部分 例如当我这个是 左边 那我这个是WISE WISE 首先就转过去 现在我们叫做Room EQ 你要开了Room EQ 那个部分才看到这个位 这个叫Room EQ 然后就enable 好了 开了 现在enable了这个Room EQ 那Room EQ 首先就是 其实看图色字 是的 就是例如 我们先分析 这个是左边的 你格左边的喇叭 这个是10hz 是的 这个是10hz 每一格就是10hz 10,20,30,40,50,60,70,80,90,100 这里都是100hz 就是100到1000 然后这里到10000 其实这个我们叫做Lock 用Lock的方法看 Lock的方法看到你整个左边的喇叭 最高的点就是在这里 这里就已经是12,30,40 43hz 就是你这个左喇叭的最低的点 就是低音里面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实在22度 其实差3db 都还有一个 有一个低的点 这代表它有一个很均等的低音 但是这个低音不多过40多 所以40多 这个是你的房间的低 现在你房间里面 最大的低音 就应该在这个位 就应该在这个100 这个200 这个300 所以就在未到300 之前大概是270 就有这个最低的低音 这个是整件事里面 如果你说你房间 会用一个Room EQ 要解决了 要Match得好一点的 可能就是这个270 而这个270 这个270 绝对不会是喇叭的表现 所以如果把同一支咪 放在喇叭前面1米去量 是不见了这些东西 是完全一条 哇 值很多 所以喇叭厂给你看的表现 不是你房间的表现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你每一个 长阔高的比例 一定会有一些叫Room Mode 而Room Mode 就会有时会 cancel 消除一些共振频率 有时会增加一些共振频率 但就算我刚才说 其实你这里叫最低的话 这里最高的 其实它们相差都不够10db 但其实其他 例如我当由400周这个位置开始 上到叫做112周 其实这里面来说 正负上落都在3db里面 变成它的中音至高音 其实都挺平均的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好了 如果介绍WISE 回到WISE的EQ 不是分析了 就是要做的时候 然后呢 似乎在270里面 是想尝试改变的 而这个只是左边的 所以WISE的Room EQ 现在我开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 Left 这边 我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选了 我想要处理的peak 就是我想它提高某一个位置 那我就设定了你现在 这个位置的270 它就能去到277 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因为呢 你会见到 200多这个位置又高 300多这个位置又高 其实只有这个很窄的位置 是跌了下来 大概4-5db 那我就会把它叫Q值 就是想影响到它的频率多少呢 是收窄它 那Q值收窄它呢 你就会把Q值拉高它 大概可能去到 4-5db 那这个是 为经验的 那任何发生 我第一次做的时间 当会知道 我不懂的 不要紧的 因为这个叫Loop System 是即时可以确认的 那变了呢 我就当 好了 现在我想将270db 撥高它 3db 是 3db 那然后呢 我就 可以回到 測量 做第二次測量 好 好 这个是一个Raw 那变了 它是有一个低的指标 但是当我第二次做这个測量的时间 这个指标有些东西改变了 当你搭在一起 就会看到 这个东西改变了一点 这块东西改变了一点 这个东西改变了一点 这个东西改变了一点 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了一点 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了一点 形成了一个新的Curve 这个位置就是正正我说的 就是说你用这个方式呢 你就可以借这个Loop System 去确定你设计的东西 如果设计得不对的 那就是动错了频率 或者我说的Q值 动错了 那你就会影响了其他东西 但是当你一直做下去的话 似乎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 你想行的东西 这个测试的改变是没有人意的 没有人意的准则 就是靓不靓声 这个系统上 现在的做法 是没有需要理会的 你是需要理会 准不准 因为如果你不会理会 准不准你 只需要靓不靓 其实你根本上 都不需要Room EQ 你只需要觉得我靓就可以了 如果我不是吹毛求疵的话 这个系统改变了这个位置 已经很 某个程度上 我已经很听得了 因为它已经将整间房间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改变了 其实改变的东西 有些 但其实最大的叫Fix 你这间房间需要Fix 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点 就是270这个点 你看到如果我要Fix 这个点 我要将Gain 277Hz 提升了5.5dB 代表了一个Processor 要将这个频率 推高5dB 推高 其实在EQ 里面来说 是比较不提议的 我们一向提议的EQ 是应该减多的东西 为什麽呢 就是令到你的录音 或者重播 有多些Head Room 当它大声播的时候 它还可以走动 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一开始设置 这个机器的时候 的Output Level 我便减了2dB 这里 因为我准备了 当你做Room EQ的时间 总有一些频率 你要推高一点 而你可能 会不会不够 Head Room去推高 所以我便将这个位 在Output Level 整个减了2dB 所以现在 如果用了这个EQ 当日用这个EQ 的时候 可能因为它加了 某些频率 5dB 你未必会听到 它和你用 用和不用的时间 大声小声 可能没有分别 这个已经完成了 就是 我通常会即时 拜拜 所以你每个EQ 可以看到它做了些什么 然后我便会做 这个叫做 Final Left 然后Left Raw 和Left Final 你便可以看到 这个DSP501 或者Dep 501 这个5系列 在Room Matching 做了些什么 而事实上 这间房子 在左频道里面 要改动它 实在是很少的 就是代表了房间 由它播声 去到这个麦 的部分 其实所有东西 平均值都很准确 但你反而不见 右边那些 或者中间那些 即是足够了 不需要再微调刀 即是每一个都磨刀 都会明白 这个就是用家他喜欢 因为你是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选择这个MODE 但是我有个提议 就是100周以下的东西 如果它 因为刚才我都说 你这个测量 在第一个测量 看到 30dB都已经不超越 即是没有发度 很高很低 这样的情况 你来说 100周以下的东西 其实是否需要 那么多修改 或者你是不是 那么有能力修改 其实不是的 电子上要很高 是的 或者不是的 应该说 你不需要和 physics去对抗 即物理里面来说 100周以下的room mode 是一个room mode 你想将来40hz 峰值很高 这样减低它 你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减低它 但是你可以调整 就是你可以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 当你有一个这样的room mode 整件事就会在你的手 是的 而刚才我说 这个277周这件事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机器 去解决它的话 可能你需要一间 真正专业的音频公司 他来到可能需要 一个收贵的这部机 更加多的钱 然后去帮你 只是解决到 这个277周 因为他可能要特别做 一个吸音的东西 放在某一个位置 而刚刚好 只是吸了277周 对 或者只是把277周 扭出来 令到你坐在这个位置 再听到277周 但是用这个机器的优点 就是 你的控制在你手 而这个就是 这间房间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下来 在网站 都会公开的 很多的case study 变到每一个案例 每一个案例 尤其想有的调整 或者客人 或者用家 想有的兴趣的话 它可以立即由图表到了解 好了 看完了 其实还有很多 但真的很长 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频道里 不能够做一分钟 一分钟 全部都是讲这些片 可能只是很少人 对看而已 我已经剪到正常 正常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 都对看得懂 希望你喜欢这条片 好了 今天跟大家介绍 这个Room and Cube 部分 介绍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请点赞 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的离钟 就是有新片出来 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如果大家想看WISE的评论 DSP502的评论 即O5的评论 我的片尾也会重复到前面 如果未看上罩的朋友可以重复 其他有问题没问题 在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